2024年9月4号今天加更一期啊 主要是有一个错误要向大家承认一下 前几天台湾的总统赖清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聊起了武统台湾统一台湾的话题 赖清德就做了如下的表述 说中国大陆想要统一台湾 如果中国统一台湾的原因或者理由 就是为了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 那么中国大陆应该首先去收复被俄罗斯抢占的那些领土 而后又严重的强调了一句 特别是现在俄罗斯首尾难顾快不行的时候 其实当时老王听到这番话的时候 我就直接批评赖清德了 我说你不能这么说话呀 太难听了 这话说出来就得严重伤害了14亿中国人民的感情 同时还让中国的官方政府 无论是国防部还是外交部 甚至中国的那些党棍奴才以及官方媒体 无言以对 这个话你怎么回啊 回应不对 不回应 还扎心 不就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了吗 王把钻灶坑那是憋气又窝火 所以我这就是老王说 你太过分了 没你这么说话的 是吧 那么前后等了三天了 全世界所有的媒体几乎都报道了赖清德的这番讲话 中国政府这方面呢 老王的判断是对的 憋气又窝火 反驳吧 找不到理由 不反驳吧 这口闷气啊 这口恶气啊 实在咽不下去 但是终于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做了一个回应 这也是今天老王加更这一期的原因 这个消息实在是 我说赖清德没有他这么说话的 太过分了 但是看到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今天上午的回应 反驳之后 我觉得这这个我要收回来了 你扎哈罗瓦说的更过分呢 没有你们这么办事的呀 是吧 中俄友好呢 两国友谊呢 全忘了 你这跟背后捅刀子都没什么区别 原话说的是 对赖清德呼吁中国大陆 首先收回俄罗斯侵占的中国领土问题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啊表示 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2001年7月16日签订的中俄 木林友好合作条约上已经承诺了互相放弃对彼此任何领土的要求 并且在2004年10月14日签署的中俄边界东段补充协定里 又进一步看实了双方的领土边界 解决了中俄所有的历史上的领土争议 大伙听听 这说的是人话吗 你想回应赖清德 你想反驳赖清德 都可以 咱就是退一万步说 你就说一个啊 俄罗斯和中国已经签订了两个条约 一个叫中俄木林友好合作条约 另外一个是中俄边界东段补充协定 就行了 你为啥非得要把这时间说出来呀 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向全世界人民展示哪一年卖的国吗 因为只要稍微的去搜索一下就能够发现 2001年跟俄罗斯签订中俄木林友好合作条约的那个时候 那位主席那个卖国贼 那可是江泽民哪 2004年10月14日跟俄罗斯签订中俄边界东段补充协定的 那个时候的国家主席可是前段时间刚被参照的那位胡锦涛啊 你这段回应那不就是向全世界展示或者告诉台湾 你别再呼吁中国向俄罗斯要领土了啊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啊 大片的领土什么海参崴库叶岛等等 那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主持之下都已经白送给俄罗斯了 从这个角度你看老王就是牛逼 没要钱那就不算卖国是吧 人家是送的一毛钱都没要 哎呀说错了不是卖国贼送国贼 从这个角度一讲是不是就彻底了 驳斥了赖清德的呼吁和妄想啊 啊还呼吁中国大陆去向俄罗斯索要领土吗 那送的卖都不是卖的一毛钱都没要 海参崴枯叶岛啊 还有1994年江泽民跟俄罗斯签订的那一份中俄国界西段协定 把唐努梁海确认给了俄爹这些全算上都没要钱 而且呢领土送给俄罗斯 同时还得给俄罗斯钱呢 还到找钱 你看看开历史之先河吧 做出这种事的国家领导人 你能说他是卖国贼吗 是不是啊 扎哈罗瓦同志 你这个政治太不正确了 哎我在这儿就真的要批评一下你 嗯要不是老王这儿啊 能够力挽狂澜 这江泽民胡锦涛两人卖国贼的罪名就让你压给坐实了 哎呀弄了我一头的徐汉 毕竟他too young too simple 公权到万岁 文明观影 眼尽喧哗 这个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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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